男子喂养了13年的鱼越养越觉得不对劲 有人出价10万要买走 据了解男子养的鱼群中有两条跟其他鱼不一样 这两条鱼比其他的鱼群吃的更多 体型也更庞大 明显不是一个种类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害怕这两条大鱼越来越大 最后把其他鱼也都吃掉 于是只好将这两条鱼跟其他的鱼分开饲养 并且减少了两条鱼的喂食量 虽然生长速度开始逐渐缓慢 但并没有停止 其中一条长度可达2.5米 体重300多斤 当地一位养鱼爱好者知道这件事后 想出价10万元买下这两条鱼 但是男子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这种鱼是什么品种 所以不敢随便往外卖 后来经过专家判断 这是一种名为巨骨蛇鱼的鱼类 巨骨蛇鱼是淡水鱼 起源大概在1亿年前 这种鱼类最长可达3米 体重可达400多斤 巨骨蛇鱼含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一条巨骨蛇鱼可以提供140斤优质鱼肉 经营的鳞片和牙齿还可以加工成精美工具 它只要生活在亚马逊河流中 如今已被引入亚洲地区河流和渔业 也有人工饲养 跨出大家在生活中有机会